HELLO 大家好 我是華倫 歡迎來到 iGOOS 愛故事頻道 我喜歡聽故事 希望這些故事能帶給您想像力 思考力 判斷力 以及創造力 讓我們一起來聽故事吧 上次說到公子座派出去的人 除了殺了極子以外 另外 卻將他哥哥公子獸給誤殺了 哇 你想想看 老闆派他們出去做事 把事情辦成這個樣子 該如何向他老闆解釋呢 什麼解釋都不用 這一幫人雖然是壞蛋 但是並不是笨蛋 他們平常一定有聽到公子座 說他也討厭他的哥哥公子獸 要是他們真的擔心公子獸會怪罪他 就乾脆不跟他講 公子獸已經被殺死了 沒錯 他們把公子獸跟極子的頭 一起拿去給公子獸了 而公子獸有沒有處罰他們 果然他沒有處罰他們 他還好好的講賞他們 因為這些人誤打誤撞了 反而一次解決他兩個問題 公子獸之後 將這個事情向他母親報告 他母親一跳 蛤 你哥哥公子獸被殺 哇 他母親心裡非常難過 但是公子獸在旁邊安慰他 他不管怎麼說 這極子總是除掉了 宣江想也沒錯 畢竟這極子是個眼中釘 能將極子除掉 總算放下了心中的大石頭 不過宣江跟公子獸講 你父親非常喜歡公子獸 這件事先不要告訴你父親知道了嗎 公子獸回答他母親說 好我了解了 但是這紙能包得住火嗎 公子獸以及極子被殺 公子獸的輔佐大臣公子謝 還有極子的輔佐大臣公子子 這兩個人馬上就得到消息了 隔天這兩個人一同前往 向魏宣公秉明兩人被殺之事 這魏宣公心裡早就知道極子會被殺了 但他萬萬沒想到 什麼公子獸現在也被殺了 哇他原先就非常疼愛這個公子獸 就一聽到他被殺 當場失神痛哭大叫 哎呀這個宣江誤我啊 這個宣江誤我啊 意思就是宣江你害了我啊 宣江你害了我啊 退朝之後呢 他立即叫人 將這公子獸給叫來 他問這公子獸 這到底怎麼回事 為什麼你哥哥公子獸會死啊 這公子獸呢 這次裝傻說 我也不知道啊 因為派出去的人到現在都沒回報呢 魏宣公說 去 把這些人全部給我抓起來震罰 這公子獸呢 點點頭說 好 沒問題 但是他會造作嗎 他根本沒有理會這魏宣公 而這魏宣公呢 因為聽到了公子獸之死 這突如而來的驚嚇 還有傷心欲絕 讓他回去之後呢 就一病不起 沒想到 半個月之後 他就過世了 先打個岔 他真的是被嚇到生病嗎 還是 他也是遭到公子獸的毒手呢 那不管怎麼說 這公子獸呢 最後即位 成為了這個什麼 魏惠公 魏惠公一即位之後呢 第一件事就是什麼 罷免了公子職 跟公子謝的官位 另外呢 他還有一位訴出的哥哥 哇 看到這公子獸這麼心狠手辣 嚇得呢 連夜逃亡了齊果 而這剛上任的魏惠公呢 因為他派出去的軍隊 被這個魯鎮呢 給打敗了 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到齁 之前齊果要這個魏 燕送四國聯軍公祭 結果最後呢 被這魯鎮聯軍給打敗 當時魏國呢 沒有派出大將 其實就是因為 國內發生這個生殖啊 這魏惠公才剛上任呢 就遇到自己國家軍隊 被魯鎮聯軍給打個大敗 他的心情呢 難免會非常的不好 就在這個時候呢 聽到鄭國要來迎接 之前的國軍鄭昭公 欸這魏惠公覺得奇怪了 鄭立公不是做得好好的嗎 發生什麼事啊 於是呢 他就問這個大使啊 欸你們鄭國發生什麼事啊 了解了之後才知道 耶 原來是鄭立公被大臣趕下台了 哇這魏惠公好開心啊 因為這也算是幫他報仇了嘛 他開心的呢 派人護送著鄭昭公回國 鄭昭公呢 就是之前的四子乎 他在魏惠公的協助下呢 終於平安的返回到鄭國了 而鄭國這邊呢 則是由紀主率領的重大臣呢 前來迎接 鄭昭公看到這麼多大臣呢 雖然他嘴上沒說 但是心裡呢 是非常怨恨這些反覆的臣子 尤其是這個紀主啊 所以呢 他對紀主的態度呢 不像之前這樣的禮遇他 而紀主呢 也是個非常靈光的人 他看到鄭昭公的態度改變呢 他馬上就察覺到了 於是呢 他常常裝便不上朝 為什麼 就是減少跟著鄭昭公的衝突啊 想想 或許時間 能淡化這一切啊 不過另外一個大臣呢 可不是這麼想的 另外一個大臣是誰 就是第一個跳出來呢 贊成將鄭昭公廢除的人 高取米 他知道呢 這鄭昭公呢 本來就不喜歡他 所以他整日惶惶不安啊 他想 嗯 我得先下手為強啊 於是 他私底下 聯繫著公子們 準備殺著鄭昭公 而另外一頭呢 逃出去的鄭立公呢 在蔡國的協助下 偷襲這個歷程 並且開始修建城池 增加士兵 援然成為這鄭國的敵國啊 隨時準備出兵 攻打這個鄭昭公啊 這祭族雖然沒有上朝 但是 派出去打聽消息的人 可沒有休息啊 他呢 聽到這鄭立公的消息呢 趕緊向這鄭昭公報告 於是呢 鄭昭公則是派人呢 屯兵在這個大陵 以阻擋這鄭立公的攻擊 這鄭立公你看 哇 這鄭昭公已有防備啊 那該怎麼辦呢 他轉過頭來 向這魯國跟宋國求援 哇 他還敢向宋國求援 之前答應給人家的東西 都沒給 現在還好意思 回過來跟人家求援 來你看看他臉皮有多厚 這個鄭立公呢 告訴宋國國君啊 我這一次呢 一定會答應將所有的財物送給宋國的 絕不食言 嘿 這個人講話能信嗎 沒想到這鄭莊公一聽呢 想一想 哇 真的有這麼多東西的話 那出兵也沒問題啊 他貪厭又齊啊 竟然還真的同意出兵耶 所以你看看那古代的這些君主啊 根本沒把老百姓當一回事 他呢 想要只是自己的利益 隨隨便便就同意出兵了 這鄭立公呢 另外還請了原來協助他的菜國 並且邀請這魏國呢 共同出兵 欸 有沒有搞錯啊 要求魏國共同出兵 這魏惠公不就是送這宋昭公回去的人嗎 他怎麼可能答應出兵呢 呵呵 你想都沒想到 魏惠公還真的答應出兵呢 為什麼 因為魏惠公呢 收到這宋昭公的邀請 想想 宋國是大國耶 大國來邀請他攻打這個鄭國 假設他不去 會不會以後這宋國找他麻煩呢 但是 終得找個理由吧 那他到底找到了什麼好理由呢 欸 他真的還找到了一個理由呢 因為呢 他當初送這個鄭昭公回國啊 但是這鄭昭公呢 完全沒有送任何禮物來答謝 於是呢 他對外面說 我非常生氣啊 這個鄭國呢 一點都不知道感恩 所以呢 他決定出兵討伐鄭國 不過呢 他想一想 欸 我上任以來都還沒有出國 跟其他諸侯會蒙的經驗呢 嗯 他想體驗一下這個 到底有多麼的威風 所以呢 他還做了一個決定 這次 他得親自出去會蒙 呵呵 你看看這魏惠公啊 他完全沒有搞清楚耶 因為怎麼樣 他的位置根本還沒坐穩 他沒坐穩位置 竟然敢放下國鎮 跑出去顯威風啊 還記得之前周虛跟時候的事情嗎 他們倆呢 聯合了軍隊去攻打那個鄭國 但是呢 又考慮到自己在國內呢 位置還沒坐穩 所以怎麼樣 草草的收兵 這魏惠公不知道是太有自信的 還是真的沒搞清楚狀況 反正他就是決定了 自己親自去會蒙 果然 他前早才剛剛出門呢 後頭公子謝公子子 馬上密謀造反啊 但是造反 總要先有個名正言順的主公 來繼位才行啊 聽到這邊你就會知道 古代的軍王呢 把大家洗腦洗得很徹底哦 或者說 這是頂臣皆底的一種潛規則啊 就是這些臣子呢 不敢篡位 就算呢 再怎麼討厭那個大王呢 最後還是得選一個大王的家人 或是他的親戚呢 來即位 換句話說 就是不管你怎麼換啊 王室的主導權 永遠不會動搖的 所以呢 湯伐傑 武王伐奏 算是當時呢 打破思想的高難度挑戰啊 我們回頭說這公子子跟公子謝吧 他們兩個人正在討論 忽然呢 這大夫寧貴來了 大夫寧貴呢 一看到這兩人呢 打開天窗說亮話 他問這兩個人說 你們兩人難道忘了 極子還有公子受的冤情了嗎 今天 主公好不容易出國了 真是千載難逢機會 你們兩個在這邊幹什麼啊 為什麼還不動手啊 這公子子跟公子謝呢 告訴這大夫寧貴說 哎 我們兩個人現在就是在準備這件事啊 但是現在有個問題啊 就是我們要推舉誰來做新的主公啊 這大夫寧貴說 我看公子前某本性仁厚 又是周天子的女婿 若讓他即位呢 國人不會有意見的 說到這裡 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啊 這公子子公子謝 難道是第一天準備報仇嗎 結果連這主人是誰 他們都沒準備好耶 表示這兩個人做得怎麼樣 沒有仔細去考慮呢 反正這大夫寧貴呢 還比他們有主見一點 但不管怎麼說呢 三個人呢 決定共同著手推翻了衛會公 於是煞血為盟 他們一面呢 找了假傳消息 說這衛會公呢 在出兵討伐正國的戰爭中暫死 然後呢 派人去迎接這公子前某回來即位 等到百官朝鶴新軍大事已定之後呢 他們在對外宣布 衛會公殺了兩個哥哥 還有氣死他父親的惡行啊 之後 重新辦理的機子 以致公子受了這個傷禮 然後派出使者 向周天子告知 新軍即位的消息 最後 在有這個大夫寧貴的領兵屯於城外 準備阻擋衛會公回國 這公子謝呢 原先想殺這個宣將 但是公子只阻止他說 這宣將是齊活的妹妹啊 我怕殺了他 反而給齊國有了藉口 到時候 齊國要出兵攻打我們衛國 這可不好啊 依我之見呢 還不如先將他留下來 以免與齊國交惡 我們只要找個地方了 好好按著他 讓他衣食無憂就可以了 哇 你聽聽看 這兩個人會想太天真啊 那宣將既然是齊活的妹妹 換句話說 這個齊國國軍就是衛會公的什麼 舅舅耶 難道他不會幫這個衛會公出兵嗎 不過這是之後的事情啊 在這裡呢 衛國的事情算是告一個段落 而另外一頭呢 四國聯軍呢 正在攻打這個鄭國 鄭國的祭祖呢 親自率領大軍 在這大陵呢 阻擋敵人 這四國一看呢 鄭國久攻不下 最後只好各自帶兵回國了 而這衛會公在回國途中才知道 什麼 衛國已經有新軍了 哇 他這回去不是送死嗎 嚇了他呢 趕緊逃亡這齊國 請他舅舅齊香公幫忙 他告訴齊香公啊 舅 若是你可以幫我復國的話 這衛國所有的保育經營都給你 齊香公一聽呢 開心的說 哎呀 沒問題啊 怎麼說 你都是我的外甥嗎 我不幫你 誰幫你呢 正當齊香公在說話的時候 突然有死者前來了 哦 原來是之前呢 齊香公派人去向周天子求情啊 這死者回覆呢 周天子已經同意將女兒嫁給這齊香公 並且呢 請魯國來主持這個婚事 這齊香公呢 是個貪財好色的人 一聽到魯國逐婚 哦 他馬上想起了 他這同父異母的妹妹文江啊 他告訴這個死者呢 說 嗯 既然要請魯侯來 那是不是呢 能請魯侯呢 將他的妹妹文江也一起帶來 好讓他去去兄妹之情啊 哇 帶文江來應該不是重點吧 他們不是還在討論什麼時候攻打魏國嗎 沒錯啊 這眾大臣呢 還在等著齊香公說什麼時候出兵攻打魏國呢 沒想到呢 這齊香公竟然是關心他妹妹 大家呢 接著問這齊香公啊 什麼時候出兵攻打魏國啊 那齊香公說 哎 怎麼會問這問題呢 這魏國的新軍前謀是周天子的女婿 沒有道理我要做他女婿 然後去出兵攻打另外一個女婿吧 我看這件事呢 我們晚點再說吧 那我們回頭說說這鄭國吧 這四國聯軍退兵呢 但是 鄭力公還在啊 他還在這個歷程 總是個隱患吧 於是大臣紀主呢 建議這個鄭昭公 他跟鄭昭公說 之前我們與齊國的關係很好 但是 是因為鄭力公之前呢 在紀國之戰呢 與齊國交惡 現在他下台了 不如 我們重新向著齊國修好 加上現在呢 魏國為齊國組婚 若是順利的話 我們也能與魏國修好 一旦有齊魯的協助 我們就不怕送過隱兵來犯了 鄭昭公一聽 嗯 紀主這話有道理 於是呢 決定派這紀主呢 前往去處理此事 所謂智者千律必有意思啊 紀主這想法有沒有錯 完全沒錯 但是紀主呢 忙著防著外患 萬萬沒想到的是 真正的危險 卻在國內啊 危險是從何而來呢 就是這個高曲迷 高曲迷呢 一直擔心鄭昭公會給他下手 他想要先下手為強 但是呢 卻苦無機會下手 就是因為這個紀主啊 竹智多謀 眼線又多 他怕被這紀主發現啊 所以一直呢 遲遲不敢動手 但是現在紀主要出國啦 這個機會終於來了 他聯絡這公子們呢 派人在鄭昭公前往紀社途中呢 將他給殺害 並且對外說呢 鄭昭公是被盜賊所殺 之後 讓公子們繼位 成為鄭國的新軍 並且呢 馬上派人將這紀主呢 叫回鄭國 唉 這可憐的鄭昭公啊 回國不到三年 就被人殺害了 這鄭昭公被殺的消息呢 還沒有傳到紀主這 不過紀主呢 已經到齊襄公這裡來了 齊襄公呢 開心的接待他 沒想到呢 到了一半卻聽到 什麼 公子們四軍篡位 哇他非常生氣呢 準備出兵攻打這個鄭國 不過因為有人通報呢 魯侯已經快到齊國了 齊襄公想說 欸 不對啊 結婚這件事更重要啊 所以呢 他暫時割下鄭國的事情呢 去迎接這魯侯了 那這魯桓公呢 就是之前公指揮四軍 而後即位的公子鬼啊 他在出國之前呢 大臣有建議他說 主公不可以帶著夫人文將隨行啊 沒有這樣的規矩 不合理法啊 就算他說他是回去歸您吧 按照理法 要父母在 女兒才有歸您啊 現在他父母拒王 拒王就是都死掉的意思了 那就沒有歸您的說法了 不過呢 這魯桓公因為非常寵愛著文將 加上這文將一直要求 所以呢 魯桓公沒有理會大臣的建議 堅持呢還是要帶文將去這個齊國 他一到齊國呢 見到這齊鄉公說明了迎親的事情 雙方互相寒暄了幾句之後呢 齊鄉公請他吃飯 吃完飯之後呢 這文將呢 假裝說要與之前的朋友會面而離開 留下這魯桓公一人 沒想到呢 這文將一去呢 到了隔天日上山竿都還沒有回來啊 這魯桓公心想 怎麼會這樣呢 我的老婆出去隔夜未歸 於是呢 找人去打聽 才知道這齊鄉公呢 跟文將呢 可能發生亂倫的事情了 哇 這魯桓公一聽呢 好後悔得還來啊 更多的是呢 他非常的生氣 正在這漆頭上呢 他看到這文將回來啊 於是 他就忍不住的上前 仔細的去盤問他 這文將哪裡會想到啊 之前對他一直百依百順 這魯桓公啊 突然間回來質問他 所以呢 他打得支支吾吾的 這打話的內容 跟他一同前去的宮女 完全對不上來 這魯桓公再笨也知道出事啦 但是 他現在人在齊國 能說什麼呢 於是呢 他決定隨便找個理由 請人告訴這齊鄉公 他呢 要趕緊離開齊國 回到魯國去 而這齊鄉公呢 做賊心虛 早就安排這新婦 十字芬奴呢 在送這文將回去的時候呢 去留心一下 魯桓公有沒有多說什麼 結果這十字芬奴告訴他呢 哦 主公 我看這魯桓公 好像不是很高興在質問文將喔 不過因為有段距離 我聽不清楚啊 那齊鄉公一聽到 嗯 質問文將啊 心裡一想 不妙耶 東窗事發了 這該如何是好呢 乾脆 一不做二不休 殺了這個魯桓公 他呢 叫人去請這魯桓公來 說呢 要為他践行 這魯桓公原先是不想去的 不過經過這齊鄉公再三的邀請 他實在沒辦法 也只好答應 哇 你看這魯桓公 他完全沒有想到耶 齊鄉公是有可能要殺了他的 既然只因為齊鄉公盛情難卻 不好拒絕 而前去赴約 那他會怎麼樣呢 到了齊鄉公那裡 這魯桓公因為心情不好 喝了個大醉 離開的時候呢 齊鄉公呢 要他的將軍彭昇啊 就之前說這萬夫莫敵的將軍彭昇啊 依照計畫 送魯桓公一城 彭昇呢 對於上次在紀國之戰呢 被這魯國呢 用劍鎖傷 早就懷恨在心了 就在送魯桓公回去城的路程中呢 眼看 就快回到城中了 這時 李大如牛這彭昇呢 用力一扯 當場將魯桓公的手給拔斷了 魯桓公呢 通了大叫一聲 哇這血噴的出來 血流如初 當場死亡 彭昇呢 就對外全稱說 魯桓公喝酒出事啊 趕緊進城急救 在旁的人哪裡不知道事有蹊蹺啊 因為車上流了那麼多血嘛 但是大家都知道彭昇厲害啊 所以沒人敢說話 之後呢 齊襄公回城呢 他還假裝是突然間聽到魯桓公暴斃啊 心心作態呢 在那邊難過的為他入戀 並且呢 準備請人將這魯桓公呢 送回去魯國 這魯桓公突然間在齊國深呼的消息 傳回到了魯國 大臣們一聽呢 都非常生氣 大家都猜得出來 大概是發生什麼事啊 所以大臣們建議呢 我們出兵去攻打這個齊國 不然齊國就齊到我們頭上來了 這個大夫聲儒呢 問著謀士師伯說 師伯 你覺得我們出兵討伐齊國好嗎 師伯說 這件事呢 是個丟臉的事情 而且 暫時無法證實 若是我們因此出兵呢 不是讓其他諸侯都知道這件事嗎 而且 名不正 言不順 去攻打齊國 也不太好 加上現在呢 魯國若齊國強 若是打不贏 還將成為國際笑柄 不如這樣 我建議我們先忍耐下來 我們可以呢 派人去齊國 齊襄公一定不好拒絕 假設齊襄公除去的是彭森 我們也算是殺了齊國應援猛將 這樣子 對列國又有個說法 這才是上策啊 大夫聲儒聽完之後覺得 嗯 師伯這個話分析的很有道理 於是決定了 按照師伯的建議來行事 齊襄公一看到聲儒呢 代替魯國國軍來信責問 他呢 請著彭森進殿 這彭森呢 原本以為自己立了大功了 趾高氣揚的走得進來喔 沒想到 他才剛剛一進來呢 齊襄公就大罵他說 這魯桓公喝酒醉 我請你送他回去 你為什麼不好好照顧他 讓他在車上暴斃啊 說完就是大喊一聲 來啊 將這彭森都拖出去斬啊 哇這彭森有萬夫莫敵之勇 哪有那麼好抓啊 不過呢 因為去拘捕他的士兵 實在是人數眾多啊 加上這齊襄公呢 早有準備了 最後呢 他們還是將這彭森給制服了 就在這彭森被制服之前呢 他大聲的喊道 你這無道昏君 明明就是你 與這個魯桑亂倫被魯桓公發現了 你想要殺人滅口 請我去執行 你怎麼現在去怪我 我告訴你 我就算死了 變成妖孽也不會放過你了 那彭森呢 這邊是大喊著 西鄉共呢 萬萬沒想到呢 被這彭森呢 在所有大臣面前呢 將這事情呢 全部抖了出來 他又丟臉又生氣啊 跟著士兵說 趕快把他拉出去給我砍啊 之後呢 派出使者 去謝謝這周天子赤魂 並且呢 安排了 將這魯桓公的臨車呢 送回國去 至於文江呢 則是暫時留在齊國 沒有回去 魯桓公的臨車回到魯國之後 魯國這邊呢 由大夫申爐 率領士子童 在魯桓公的臨車之前呢 宣誓即位 是為魯莊公 魯莊公呢 任命魯桓公所有的兒子 也就是他所有的兄弟呢 初任官職 並且 按照大夫申爐的建議 任命師伯為上士 在這初步安排完成之後呢 魯莊公問這齊國迎婚之事 該如何處理啊 師伯告訴這魯莊公說 我們魯國呢 現在有三個國齒 魯莊公一聽 三個國齒 你倒是說來聽聽看 剩哪三個啊 師伯接著說了 這仙君雖然陸戀 但是四己留言都說 仙君四君篡位 這個惡民一日未除 就是一種恥路 另外 仙君夫人 還停留在齊國沒有回來 這是第二個恥路 第三個是 齊國既然是我們的仇敵 若我們為他組婚 則是給列國看笑話 若不幫他組婚呢 則是有偽亡命 又不可以 現在不知如何示好 是第三個恥路 這魯莊公接著問 那我要如何免掉這三個國齒呢 師伯說 主公 我建議 趁這次組婚呢 我們主動向周天子 請他正式承認主公的地位 並且加免先君 這樣一來 第一種恥路呢 就可以免除了 至於先君夫人呢 還在齊國這件事 我們呢 可以以禮去迎接她回魯國 這樣第二種恥路也可以免除了 其實最難的 就是這第三件組婚儀式了 不過呢 也有兩全之策 賭莊光聽 哦 這事也有兩全之策啊 你倒是說說看啊 師伯說呢 主公 我們可以將周天子女兒的行館 建築在郊外 然後呢 請人去迎接她來 不過這個迎接她的人呢 不用是主公你自己 我們只要請這上大夫呢 去迎接她 到這個地方 之後 再請這上大夫呢 將這周天子的女兒 送去齊國就可以了 這樣子 主公可以對外說 因為是在辦喪事 所以呢 不便親自前往迎接這個周天子的女兒 但是呢 派了大臣前往 這樣一來沒有違背亡命 二來呢 也可以免除其他各國來看笑話 最重要的是呢 這符合了扶桑期間的禮儀啊 魯莊公一聽完之後呢 鬆了一口氣 嗯 深魯啊 你說這師伯自謀過人 看來是真的啊 於是呢 便按照師伯的建議呢 一一進行 這魯莊公能順利的免除三個國子嗎 而這魯國 與齊國的關係 會如何的發展呢 我們要到下次才能跟各位說囉 好了 今天就先說到這 如果喜歡我的故事 記得咚咚您的手指 給我五星評價 或是追蹤訂閱以及分享哦 當然 也歡迎您留言分享你對這一集的想法 或是 您也可以請我喝一杯咖啡或是飲料 讓我有持續創作的動力 其實歷史就是頂層階級的生活紀錄 了解他們的思考方式以及作業模式 才有機會改變您的未來 謝謝您來聽我說故事 我們下次再見囉